我講一句粗魯的話 民進黨是脫著褲子放屁 多此一舉 我對他 對對對 大家都算在場 又來了 我拿那麼多幹嘛 吃吧 特別要來採訪民進黨 對對對 沒事沒事 好 祝福你哦 天天快樂 健康 你們要不要全都 謝謝老人 謝謝 如果說把公益活動拿來 變成堆砌自己想要什麼政治啊 洗白啊 把這些政治流酸去掉 我不會做這個事 公益就是純公益 政治活動就是政治活動 就像我接中央黨部的中央助選團副團長 看到這些團長 看到這些副團長 中央黨部來電話 我可以選擇不要 可是我都不要的話 大家都袖手旁觀 大家都自私自利 那你這個黨是個大家庭 該你出錢出力的時候 你不出錢出力 那你希望其他人摔跤跌倒 那怎麼行呢 所以我一定會願意 這是一個黨 一個一份子 我覺得我該做的 高雄陳其邁當選連任 正常 柯智恩當上市長 奇蹟 高雄人要去選擇 我們要正常還是要奇蹟 所以高雄人民要去想 我們是希望選一個很正常的 派個西瓜就會贏 還是我們要再創造一次奇蹟 讓高雄都豁出去 新加坡馬來西亞我們到處熱賣 高雄都是秒殺 因為高雄創造奇蹟 人進來觀光客都來 高雄大家 真的經濟變得更好 那段時間黃金歲月 為什麼 因為創造了奇蹟 我講一句粗魯的話 民進黨是脫著褲子放屁 什麼人能出賣台灣 有權利的人 現在誰有權利 總統行政院長 立法委員部長 什麼叫不投降同意書 你把總統行政院長部長 這些有權利的人 護照先收起來 萬一打仗 你們不能離開台灣 你現在叫我們這些在野黨簽什麼 我手上一點權利都沒有 回去跟老婆吵架都還不見得吵得贏 我們去簽一個不投降成同意書 我當總統我馬上護照交起來 我絕對不離開台灣 跟台灣共同 部長你也一樣 把護照交出來 混蛋了 萬一打仗跑了 那怎麼行 這個基層有聽到很多民眾的聲音 包括對於國民黨的期望 包括對於民進黨的一些 可能執政的不滿 那你有沒有聽到 比較特別的跟我們分享 我聽到太多了 我們國民黨在創建中華民國就是三民主義 民族 民權 民生 那現在民進黨執政也是三民主義 民子 民高 民騙 什麼叫民子 老百姓的錢不是錢 盡量花 盡量砸 一個風力發電兩兆 一個防疫八千億 一個東南亞南向政政一千億 這個錢跟水一樣在花 民子 什麼叫民高 能撈就撈 就把政府這個職務做上去以後 當股票上市公司 盡量撈錢往口袋 什麼叫名片 掌握媒體 黑的說成白的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